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今天要拍的video又是一个study with me 今天要印的都是两个小时 连续读两个小时的书 读到直接下午 所以其实现在是十点多 所以我印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就三个小时 我们一起来开始读书吧 这些是我今天要印读的书 Let's do this 今天的lighting会有点奇怪 现在有1 2 3 5本参考书 我觉得我是做得完的 我觉得 你们要鼓励我在comments快点刷起来 刷起来大家 跟你们谈谈几件事情 就是我们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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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疫苗了 也就是讲十月就可能可以回学校了 虽然我觉得十月有点太早了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是每天20千个人 所以我觉得啦 我觉得 嗯 本来我是觉得今年是完全不用上课了 但是我又觉得很像 很像十一月又可以哦 啊我们要做bio还是physics先 bio我等下会给你们做呢 还有哦就是我们一次考试都没有考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学校的时候 会吓到全部人 我的学校的考试是很像的 尤其是中学生 我觉得我们很有压力一下 希望下个月能回学校 一直考试 就是加强我们对考试的免疫力 知道吗 不是对covid的免疫力 我们真的如果没有考试的话 我们直接上spm 是可以直接跳楼的那种 因为我们什么经验都没有 我真的连一次form4的考试 format什么那些我们都不懂 我做这个读书vlog 希望是很像一面讲话 一面读书的一个读书vlog 所以现在想分享的话题就是 怎样一直focus下去 也就是蛮多人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我找到一个读书tip I mean不是现在啦 从以前可以开音乐 你自己喜欢的 我喜欢的以前是pop music 就是很炸的那种 现在我可能pop或者low fee吧 然后你开着放圆圆 你的电话放圆圆 然后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去check时间 给自己专注在读书的喜悦里面 不要想 哦我也一定要读这样x amount的时间 去check时间啦 然后你看到他这样 哦才十点半罢了 我还有一个小时半 我才能去吃饭 就是你会一直在想去吃饭 不要看时间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管是做productive 的东西 像是我剪片啊或者我在上课 可能太闲了上课 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想 这几时才能吃饭啊 就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会盖着我的电脑上面的 那个时间显示的东西 我就不懂时间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才能专心 成绩 在那个读书的氛围里面 不懂nick不make sense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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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好 软的纸会比较好 然后next是Sarasa Dry 这个是我推荐写在普通的纸上面 会很好看 它整个设计很美啦 问题就是 这个review很像很难买 而且这支笔超级贵的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写Chemistry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接下来评价学生档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想省钱的话 这支是蛮不错的 写atmat 不想浪费印的东西 因为这个便宜嘛 所以那个印很便宜啊 然后这个又可以review 这个是favoricaster的 写起来就没有这样smooth啦 当然 但是如果你要做很像数学的话 我觉得你不可能想浪费印的 就是会有一个心态 所以我觉得推荐这个给做数学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做很像 你要写很长的那种 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啦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 因为这个很便宜 不会很顺畅啦 但是就可以咯 所以那就是我小小的文具分享 链接我全部都会放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们想买的话 我都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现在我其实不懂几点了 但是我要做完这本Chemistry了 加油 我还剩拌面罢了 加油 我还剩拌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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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这个人吗 我还剩拌面罢了 你们一些读书tips 现在我很累一下子 就其实累的时候 我不是很喜欢就是上电话收东西 因为我知道我一按那个电话 我就会按到明天去 就永远不用读 我觉得如果你们有一点累 可以先休息一下子 然后你可能可以去听一下你的音乐 或者你出去外面走走一下 在家里这样绕几圈 最好最好是不要碰电话 因为我发现到一碰了就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最近读书读到蛮好的 要做完我全部的参考书了 因为我自己有买很多参考书来做 很像做到七七八八了 很像剩下的都是这些吧 做完Chemistry了 然后我对自己蛮开心的 因为我只是做一题罢了 我觉得很给你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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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unch break 中文字幕志愿者